RECORB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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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嗨 大家好 今年會有一些改變 我開始會製作一些商品 不管是數位的還是實體的 數位的可能是Preset Profile Lots 都跟調光的東西可能會比較有關係 實體會有Print 攝影作品 攝影作品本來是在前面的 不然我把它Shift一下 因為我本來做一個網站 但是它的結帳有問題 我現在商品是上在Gumroad上面 那對我來說是比較方便的 那我現在做了一個LUT 之後才會把攝影作品放上去 攝影作品可能到時候 在7月中後就會先暫停一下下 因為我8月要去日本 因為每個攝影作品我會親自簽名 親自把Friend好 然後親自去寄送給各位 所以我預計在一個禮拜之內 他們就會上架再跟大家說 我們在做影片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是快速的創作者 如果我們在做自媒體 或是一些我們今天做 今天就要調色了 然後馬上就要PO的東西 我覺得速度是一切 我想要一個LUT可以運用在外拍 在室內 在對鏡頭講話 在所有的空間 它都是一個中間值的 所以我針對我自己喜歡的顏色 跟Tone調去拉了一個 我自己覺得比較舒服的中間值 在這個LUT 你幾乎一個click就可以搞定了 進去之後 我有把它的曝光做的稍微低一點點 因為它是For Sony的S-Log3為主 但其他的S-Log基本上是可以用的 但你的顏色會稍微的不太一樣 因為以往有些人拍攝的習慣 尤其是S-Log2的時候 你會過曝一檔到兩檔 所以我把整體調暗一點 是針對有些人有這種拍攝習慣的 所以這個LUT你進去之後 你只要確認好你的曝光 然後再確認你的色溫 它整體會稍微暖一些些 不是走冷痛的 它是暖痛一些些的 我在上架這個LUT之後 因為有朋友敲碗說 他希望可以修照片 Lightroom可以用 基本上LUT Lightroom是不能用的 但我就針對這件事情 我又另外做了一個 For Lightroom的Profile 它不是Preset Preset跟Profile不一樣 Preset是我調色的數據全部給你 然後你套進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我的數據 是我調好的東西 但是Profile是把顏色吃到照片裡面 所以這個是不太一樣 你用Profile下去之後 你是從0開始 但你已經先獲得顏色 那我針對 因為它是For照片的 它不會有我們影片LUT 那麼濃 它會淡一點點 那建議你是用RUT檔去做調色 用JPG的話 會覺得不太適合 後來我這邊開Lightroom 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對這些東西沒有很熟的話 這邊是Lightroom Classic 但Lightroom也是可以的 在File這邊會有一個 Import Profiles and Preset 這個點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去選取你的檔案 你一旦加入之後 你在右邊調色這邊會出現這個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你就去尋找到你的檔案 你的資料 那我是放在有一個Folder 叫Adol Lot 那你得到的時候 你會是一個這個完整的 所以你現在看照片 這是Dola 有顏色 沒顏色 那我給的基本上會稍微濃一點點 你可以在這邊做一點調整 淡一點還是亮一點 然後我就調淡一點的去確認 曝光是不是你要的 然後再慢慢去做調整就好了 那我先假設如果你是Lightroom OK 我今天已經做了測試 Lightroom一樣 它可以使用File這邊 然後Import Profile跟Preset 加進去之後 它一樣就會出現在這裡 它會出現在你放的地方 所以你就會找到這個Lot 這是我們的Lot 有 沒有 有 你可以點進去之後 從這裡開始做調整 我可能會按一些些 然後再做一些細節調整 然後也許啊 你以為我比較暖嗎 你可以讓它是 讓它是冷一點點 看起來是這樣 這是照片 不過我的出發點 並不是針對照片 只是有朋友敲碗 所以你在購買這個Lot的時候 你會獲得兩個檔案 一個是For Video的Lot 一個是For照片的Profile 我試了一下Canon拍的C-Log3 我覺得這個顏色上去會變得比較濃 對比變得比較重 如果你是不是S-Log3的使用者 我覺得可以使用 在你的濃度 可能會把它調淡一點點 然後再去做細微的調整 不過它顏色有點跑掉一些些了 我會進入到一個小小的教學 在這教學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Lot的建議使用方式 跟怎麼使用 Alright 這一集是這樣的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購買這個Lot 算是對頻道的支持 或是你覺得這顏色很好看 你可以擁有它 它的售價是180塊台幣 進去Link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介紹 Alright 嗨 大家好 我在這邊講一下 怎麼樣新增Lot到達分期 在軟體的右下角有一個Project Setting 一旦點進去之後 你從Color Management 下面會有一個OpenLot Folder 點進去之後 你會跳出一個資料夾 在這邊按一個新增資料夾 把你所購買的Lot放進去之後 再回到這邊 記得喔 一定要按Update List 一旦這個按下去之後 你的Lot就安裝在達分期裡面了 Alright 這個是我正在做Lot的一些畫面 這邊已經是我製作完成的 Anyway我先把這個關掉 大家會看到這都是S-Lock所做的拍攝 我們的Lot會在調光的部分 會處在左邊這邊 我的做法是這樣 我會在這邊按一下右鍵 然後新增一個Note 新增Note之後 我會把我的Lot放在這上面 所以我們這邊到左邊 你安裝完之後 你會找到你的資料夾 我現在的資料夾是AdoLot 現在要用的Lot是舊版的 但不過已經接近你們所賣的 你們是比較新的 我點選之後 我的Lot就安裝進去 那這個Lot基本上可以 針對S-Lock 3可以一鍵就搞定 不過我有稍微把它的曝光做低一點點 所以在某些狀況 你可能會需要來Offset這邊 把你的整體曝光拉亮 不過這個Clip看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再請各位幫我確定一件事情就好 確定你的對比是否是你想要的 我會做一個基礎的S-Curve 然後去抓一個要的感覺 確定之後我會再去確認色溫 這個畫面稍微藍一點會怎麼樣呢 稍微暖一點 感覺它暖一點的感覺是好的 然後應該是往綠色的方向推一點點 然後最終確認飽和度 我要濃一點還是淡一點 我覺得濃一點還沒有感覺的 好大概這樣子 OK這個就完成了 那我們去另外一個畫面看看 右鍵Add Note 是一個Serial Note 一樣我把我們的Lot放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因為曝光跟拍攝的設定關係 你可能會覺得可能會太暗 像這個狀況我就會想要把它拉高 好記得大家在右邊這邊 Waveform看的時候 你只要你的亮部不要超過最頂端 大概在80、90這邊都是安全的 然後你的暗部也是有一點空間是最好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整體把它拉亮 舒服的Curve 然後飽和應該是濃一點 然後溫度可能是 我覺得是藍一點會比較舒服 好這樣的感覺 然後綠一點好像比較輕透 好這個Lot基本上就完成了 最終確認 你也可以讓它再亮一點點 好我們再做一個就好 好我們來到這邊 我把原本在製作的散掉 我先新增一個Node之後 把Lot上去 好大家會看到有時候的狀況 你會發現這個藍非常的藍 也許你是喜歡的 不過我們先確認曝光 其實這個曝光還OK 好像可以亮一點點 然後做一個基礎的S Curve OK 很明顯的我覺得 我的濃度好像可以抽掉 然後暖度加暖 加一點紅 加一點綠 紅一點好 這個調色基本上完成了 好達芬奇的使用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你是Premiere的使用者 你不需要另外安裝 我的習慣是這樣 這邊點下去之後 做一個Adjustment Layer 讓它可以蓋在我們的影片上面 我們來做一個沒有調過的 好就這個 我們把它放在上面之後 我們在Creative Browser 去找到你的檔案 Double Click之後 你的顏色就上去了 然後幫我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確認曝光 這個好像可以Low Key一點點 所以亮一點暗一點 好保持在這邊就好了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S Curve 好 最終是確認飽和 好像可以抽掉一點點 然後 色溫 暖加綠好像不錯 好完成了 那我們再做一個Clip好了 OK 我們做這個Clip好了 然後一樣Creative 打開 點進去 完成 那我很明顯的覺得這個片太暖了 我想要讓它藍一點點 綠 藍 大概加了感覺 那我覺得鋪光可以拉起來 嗯 對比可以多 然後 Curves 一樣是一個簡單的S Curves 不要太暗 暗一點 好 這邊要亮起來 感覺還不錯 OK 完成了 好謝謝你的購買 希望你們實用愉快囉 掰掰 在你的手裡 可以 可以 有 有 可以 可以 或是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